你們人事大概就八十幾趴 我想你沒有多少錢 我想委員們,我的主張說 你們就通通不要砍了 主張先放,大方向先放 當然個別委員 有些意思意思要把你們稍微砍一點 我想你們就看看 先講一下 外界對監察院有一個錯誤的認知 這個錯誤認知是很悲哀的 本來你們叫做包青天 任何的冤案來這裡投訴 這個才是監察院當處 玉史大夫的一個最早設計 對不對 現在來講就是有些民眾 那個司法判決的結果 定念 他吞不下去啊,一輩子吞不下去 找監察院,監察委員 弄弄弄,一定最後 尊重司法,尊重司法 最後結果是這樣子 你知道嗎 那個秘書長 老百姓對監察院那種 遇死待夫啊 然後那種包青天的印象啊 慢慢在破滅當中 這個東西啊,我想我不要你回答 我現在跟你講 跟你講的是一個東西 探討制度性的東西 前一陣子有發生過一件事情 很有意思齁 監察院彈惡你 監委彈惡你 然後也不彈惡那個 大家認為該彈惡的人 所以馬上就有聲音了 監察廢掉啦 監察存在幹什麼 你看連你這麼認真賣命的 工作的要幫你彈惡 該彈惡不彈惡 院長都替你叫不平啦 對不對 所以 這種事情齁就是我們彈惡的結果齁 而且可以看 我們現在叫糾談嘛對不對 糾正 對事情糾正 對人糾談 老實講啊 都沒有好啦 都是假 假不是GAY啦齁 都是假的 為什麼 因為你要彈惡 在國外全世界impeachment 你彈惡人的話 這個人一定要下台啊 中華民國都現在為止 部長不會下台的 你們彈惡你家的事情啊 尊過水無分啦 還搞一個公務員懲戒文會 民主黨 我覺得 你被彈惡過 你應該要做一件事情啦 好好的去想一下 你不方便推動 資料給我們 我們來推動 把公務人員懲戒文會幹掉啦 那不然就把你們幹掉啦 就這麼簡單啦 你幹什麼嘛 你彈了之後 還送去那裡 然後一偷偷偷 偷偷偷偷偷來 部長下來啦 有什麼用 所以這也是假 糾正案 也是假 為什麼 糾正案啊 秘書長我講給大家聽 講給全國百姓聽 糾正案啊 就是做文比賽 你跟他糾正啊 那個部會找底下一個科長科員寫啊 達戶啊 做文比賽 你們也在做文比賽 他們也在做文比賽 政府花這麼多錢 拿一個憲政機關 通通通在做文比賽 你請問你啊 你糾正幾個單位 誰理你啊 沒有人理你啊 他理你做什麼 做文比賽 就是做文比賽 這第二個 我想要講的 第三個 所以這個結果怎麼樣 你們為了表示你們不做文比賽 或者覺得做了要更多一點 所以就拼命約談人家 政府官員啊 被你們整死了 被監委整死了 連那個王院長都講話了嘛 王院長講話我非常同意啊 是不是 所以我把過去這些整理出來 我覺得監察院要認真思考 乾脆廢掉算了 真的 你們都沒有武器嘛 你殘了也不用下台 部長哪一個部長 因為你殘了下台的 一個也沒有 最近五年來一個也沒有 對不對 送公務人員懲戒文會 等到公務人員懲戒文會 等到公務人員懲戒文 最後都決定 他已經下來了 他已經退休了 一點用都沒有 你們的糾正案 寫N個糾正案 沒有 所以監察院 除了 除了 讓我們的行政官員疲於奔命 疲於奔命之外 沒有幾乎我看不到任何的工人 因為你們是沒有牙齒的 你們牙齒被公務人員懲戒文會拿走了 你們應該把那個牙齒拿回來 把那個公務人員懲戒文會把它幹掉 我請問你 公務人員懲戒文會 你不要這個 以後你們就 彈而就生效啦 我們就想一個東西 彈而去辭 彈而去辭啊 才有用啊 你們不敢推動 我不知道這個是 所以我就說 我要問你啊 是不是憲法規定 有憲法有沒有規定 彈而一定要經過公務人員懲戒文會 有沒有 有沒有 請問你有沒有 請問一下 旁邊打一下 PASS一下 有沒有這規定 來來來 來來來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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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密書長 複密書長 賴委員您好 我是複密書長 賴委員 剛才有關 賴委員所說的 我剛講沒道理 基本上當然這是一個 我們 我剛講很有道理 我把信都這樣講 問題是 懲戒權依照那個憲法的規定是在司法機關 把他拿回來啊 把他拿回來 可以不可以 這個 有關這部分 你們同意不同意把他拿回來 就我們來講 我們希望 拿回來啊 你說 沒有你們大聲講出來 希望把習慣也沒有關係 你說我要推動修憲 要不然把健康員幹掉 要不然就把司法院的懲戒員幹掉 不然的話 我就不幹 這樣大聲就好 來來 我給你一個數字 來來來 我給你一個數字 是 最近 最近 叫做什麼來的 那個 那個 未來 監察院 重大事件 這個有一個什麼那個 未來 未來交易所 他們做了一個民調 是 對監察院 對監察院 最不滿的 他們認為最改革的 第一個 71.8塊錢 這個是大概比例啦 那個就最高的比例 希望你們未來 糾彈 彈合應該才記名投票 你們現在都沒有記名了對不對 沒有 這個沒有道理 我們立委安定你都記名了 你敢不敢現在就承諾推動 監委任何彈合對自己負責 是不是 記名投票 記名表決 公開 公布 向老百姓公布 可以嗎 這個委員 昨天下午 我們就這個事情相關的監察權的行使部分 昨天下午 討論了兩個小時 結果呢 那這裡這一項呢 沒有做決定 但是我們 認為有必要再組成一個專案小組再來 我等一下做求給你 我就寫提案 我們建議啊 建議監察委員行使糾彈的時候 都要記名表決 記名 而且公布 全是Pattency 可以吧 沒有為難吧 不能為難啊 你們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 就是71.8塊錢 這個是未來教育所的 費監察院的60.7塊錢 很高的比例喔 第三名的 策判監察委員 57.2塊錢 大家最希望的是 最希望的是 你們 你們要先記名投票 記名投票 記名投票 我剛剛講的 你要認真去思考 把監察院 你如果拿不回來 公務人員懲戒那個東西 監察院可以廢掉 真的 我剛剛講的嘛 你們的糾彈沒有人理你嘛 你告訴我哪一個部長 因為彈押下台的 一個都沒有 最近五年來 一個都沒有 你們彈押是你家的事情 糾正案 哪一個單位被你們糾正 有什麼什麼東西 沒有 糾正案淪為作文比賽 彈押案 大家看看 船購水務很悲哀啊 這看起來很悲哀啊 這個制度 國務絕對當初不是這樣設計的啦 絕對不是這樣想的 我們後來不知道怎麼搞的 搞變這個樣子 所以監察院變成是老百姓都認為應該廢掉 我也認為可以廢掉了 可以思考把它廢掉了 因為沒有功能嘛 彈押不用下台 糾正做文比賽 請問還有什麼功能 所以你這個預算 一點點啦 通通放過啦 好吧 謝謝